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 這個電影告訴我們就是 你要判斷 一個相應空間是 它兩個sau 都是什麼的sau 也可以從的氣體來看 假設B1 冰度是 叫做環境冰度的氣體 那B1是它們的resau 從各樣打進去sau 這兩組氣體練習起來 合起來是B的氣體 但是這樣條件還不夠 一定要加倍的表現 焦急 要同 我們看一個例子 比如說在R3裡面 我設這個大五萬 是SYP 代表R1是SYP 那我可以選擇一組氣體 XYP 平面的氣體 可以選擇一組一組 YP WP的氣體 可以選擇一組一組一組 所以你會發現兩個 一組氣體 兩組氣體連結起來 同樣與通知 還呢 它是我是一組氣體 那是整個立分集 三組氣體 三組三組 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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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角度是攻擊的 所以這個條件是一定要的 我不打算一個一個證 如果到目前為止我所說的關係 大概都提及了吧 要證這個定義其實不難 好 我們再看一個另一般性的 老師那邊都畫錯了 就是V等於W1加W2 右邊下面 就是左邊應該不是指 那個V等於W1加W2 這個有 對 喔 可以 謝謝 他只是耳 但是有什麼字 我們回應一下 其實從這邊馬上就可以看到 這個我們昨天也有提過 剛剛我現在說 就是說 如果他是有限為 那他的交集是空極 他的交集是空極 但是他連擊呢 不是輕體質 所以可以看到那個時候 他連擊起來的個數 應該可能會有個個數相較強 因為他交集是空極 交集如果不是空極 當然就不會 因為重複 這個個數12 這個個數12 其實連擊起來是3 交集如果是空極 當然就是V 那這個是V的基底 所以他的個數 其實就是V2 那B1呢 是LW1的基底 所以當然就是LW1的基底 B2呢 是LW2的基底 所以當然就是LW1 所以其實從這個地底 我們也可以得到轉向的存在 這個基底 但是這是在有限為移的情況之下 而且這個是在ARRECT上的情況之下 對 這是ARRECT上的情況之下 才會有這樣的關係 這萬一如果不是ARRECT上的 它的結果可以這樣 假設V呢 它是有限的 那W1它不負呢 是在LW2的subspace 即可 然後 communications 佔你的 它們的HER 他們的HER 會等於HER的等於HER 像一下獎 在警票方面交集 這個我們正會叫做Google公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特別的情況就是 如果他們是The Red Sun 如果他們是The Red Sun 不是說他交集是 子函林下 子函林下那個維護就是你 所以如果是 The Red Sun的情況 那上面就會怪怪 所以之前的結果只是這個問題 這個我也會打算在這 這個其實證明都很簡單 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我們不妨就看這個例子 以上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跟W1跟W3 認為是這個例子 然後他們的交集 他們的交集是交在Y軸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尾部 他的尾部應該就是這樣 這個尾部交在這裡 可以看到這個尾部交在這裡 可以看到這個尾部交在這裡 因為他是R3 所以這個尾部交在這裡 這個是平面所以他尾部交在這裡 這是一條線所以這尾部交在這裡 這尾部交在這裡 所以如果Y不是The Red Sun的時候 要多緊張這一項 這跟我們在小學的時候 學過的東西很像 比如說班上戴眼鏡的有多少 戴手錶的有多少 同時戴眼鏡也戴手錶 是不是要扣掉 戴眼鏡或戴手錶 是不是要扣掉 同時 好像類似這樣子 這一塊加這一塊 但是重複的這支交集 看起來好像是在這裏 看起來好像是在這裏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講 這比較簡單的 證明有一個主持 好我們要把這個The Red Sun 推廣到正義的 我們目前所談到的The Red Sun都是兩個 兩個 我們可以推廣到正義的 正義的 所以假設我現在有K的Subspace 我現在有K的Subspace 那我們說呢 這對廣跟兩個是很直接的 我們說第一是 這K的Subspace的The Red Sun 是這個K的The Red Sun 是這K的The Red Sun的意思是什麼 我顧名思義喔 跟兩個的情況下 第一個呢 他們必須 V先是他們的Subspace 那第二個呢 就是來對正的RB 屬於B 屬於B 這個B在這裡面就可以分解成到 五萬個 像樣加上到一個 像樣加上到一個 像樣 這種分解能要嗎 這兩個 我顧名的 像樣 這樣 像樣分解成 這個K的Subspace 像樣的 其中 代表我還在生活在 這個 其中 代表我還在生活在 那種分解 好 這定義很直接 從兩個推廣到這裡面 但是要怎麼判斷它的創作前面要關鍵呢 如果是兩個的時候呢 發現我這邊都寫的 我們還是用同樣的文化來的東西 好 那兩個的時候呢 兩個的時候的中標 特別就是當標的 第二個呢 就是這兩個時候也是交際 只交在圓面上 但是黑格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要得到下面的部分 假設這個刀有關 這個都是他的 那下面這幾件事呢 是橫膠 它是本位上的中路必要條件是什麼 首先呢 要先 要先合 翻身 第二個呢 如果說有W1加W2 加到W1 是等於影響量 是等於影響量 什麼呢 必然 這個每一個都是影響量 其實這句話告訴我們什麼事啊 這句話告訴我們就是說影響量 影響量分解成 所以有The Red Sound除了這個 是Sound以外呢 他還告訴我們每一個地 每一個向量 它分解成 這些subspace裡面的向量 分解式 但是這個定義告訴我 其實不用看每一個向量 不用看每一個向量 事實上只要看0向量就好 0向量如果分解成 W1到5K的 向量 則呢 分解之有一種方式 就是每一個都是 了解我意思嗎 現代數常常是這樣 因為是線性的 所以很多條件 都只看0向量就夠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0向量 這0向量 這樣子0向量的分解 分解成這個 分解成這樣 這種分解有什麼意思 所以只要看0向量就夠了 不是 定義是要看所有 事實上只要看0向量 看其他向量的東西 這種分解有什麼意思 0向量的分解 它就只有0 如果只有一種的話 那就是全部都分成是B 那這個0是看成W1 看成大概 這看成是8K 這看成是B的 0向量分解成 W1到WK的向量 就這樣定義 所以這個定義的意義 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只要看0向量就好 必須要看每1個相當 第三個等價的 表示方法是這樣子 一樣 阿門耀先生 如果是兩個的時候 兩個的時候就是 交情也只交在底下兩個 可是現在這1K的 並不是說隨便拿兩個出來交情是底下 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Wi 跟 跟 Wi以外的東西 的合 比如說WJ 扣掉Wi以外的所有東西的合 這個交情 很像一樣 這對所有的I 這對所有的I 都好對 以上這邊是對正義的 Wi以外他是 有限維度或無窮的位 但是底下這4個人 這2個人 特別是在有限維度的情況 所以我這邊呢 是假設呢 這個V呢 的維度是有限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又可以表示什麼 就是說 首先他們還是要 這就是我剛才 我今天上課的第一個 第一個病理的推廣 就是說如果BI BI是Wi的 基底的話 責任 任兩組 任兩個基底 交集是控制的 而且呢 全部連結起來 是REITER的 是REITER的 這是不是剛才的那個病理 直接的推廣 同樣第五個也是 這個 是要在有限維度 就知道才會對 他一樣可以形成 就是說 按摩扎 按摩扎 然後呢 維度呢 兩個個別的維度效果 這幾個全部都是等降 這個定理算是很重要的 這個定理有在 第四章第五章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五個喔 所以要證明人家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從一陣到二 二陣到三 三再陣到四 四陣到五 五再陣回 不過這樣陣下來 可能一個小時就不見了 所以我大概 我陣其中兩個就要 其他都給你 思考一下 一到二呢 一到二是群群 第一次告訴我們 德維上 德維上當然就是 上 而且德維上的定義就是說 每一個像樣 做這樣的分析都是 反華為了像樣 這個只是告訴你 你的像樣分析是 所以一人條件是 每一個像樣分析都是 反華為了 所以一到二 大概是 我們來看一下 二到三 2a 跟2b對 那2a跟3a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事實上要證明 3b 3b要證什麼 3b是要證明 這個跟這個的交集 是 影響 講不好多次 要證明兩個subspace 是影響 影 影x 是落在它 的交集 然後 然後最後證明 x 4b 然後最後證明 那如果在他們的交集裡面說x呢就是屬於w i 我看我不要弄x的話我會弄w 我就用w i這個符號 所以呢這個w i就屬於大w i 而且這個w i呢 屬於這個 那他屬於他這意思是什麼意思 可以看得懂這個5號 比如說k等於3的時候 k等於3這個是代表什麼 k等於3的時候 這個就代表w1 交集 1以外的 加起來 是等於3 這對所有的還不對 所以w2的交集 把29y的 加起來 就要等於3 同樣w3 交集 把3除外 就要等於2下面 所以這個條件 包含了這3 當k等於3的時候就是這3 這樣就有意思 w i 跟 把w i 拿掉 剩下的其他的 交集要等於3 看不懂這裏包 看不懂這裏包 這個條件呢 在k等於3的時候 是等於下 就是這3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w i呢 他就屬於這個 這就是w1 還加 這次加 但是呢 扣除 w i 在數學上要寫 扣除要怎麼寫 這個是w1加到wk對不對 但是我要把它扣除掉 這是數學上標準的 要扣除的話呢 要扣除的話呢 通常上就是把w1 打一個head的意思就是把它扣掉 它沒有 它沒有包含在 只要講 力的料理上 所以w i 還是弱在你自心 因此w i是不是就可以寫成w1 加上w1 就是除了w i以外的 所以w i可以寫在這邊的一個相片 到這邊的一個相片 到這邊的一個相片 就是所有的道理 到底以前也是除了w 所以你再把這個以下過去呢 你就得到了 這個以下過去呢 變很酷了 所以這個是在w1裡面 這在w1 這個在w1 這個在w1 對不對 這在w1加 所以根據2b 如果我有這樣的相當相較起來呢 一定每一個相當都是 所以根據2b的條件 根據2b的條件 現在是不是就是這樣 Copy1的相片加上w1的相片 加上w1的相片 所以根據2b的條件 每一個都是你 每一個都是你 特別的這塊 還是你 然後 他就正完了 因為他是w1 所以代表他們的教育 是教在影像面 他就正完結了 我其他的 你們自己練習的話 就我還要站3到4 4到5 我還要站3到4 就你們自己練習的話 不要一臉 我倒是來取一個例子來說明 我擠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v等R4 那w1呢 假設是ab0 0 所以就是s1s2裡面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w2呢 是0 c0 所以簡單講這個就是s3中的 所以它是s3中的 然後代表3呢 假設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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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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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向量面可以拆解成 ab0 加上0.4 加上0.0 而且這種分解的方式是唯一的 很明顯 沒有其他的分解方式 就是說v裡面的任何一個向量 加上 分解成w1的一個向量 加上w2的向量 加上w2的向量 而且這種分解方式是唯一的 很明顯的 沒有其他的可能 因為這些都要 你看這三個都要0 這也是0 這也是0 當然這個就非0 同樣這個也0 這兩個當然是0 這種分解方式呢 是唯一的 開支流寫到這裡 就說這種分解方式呢 這個分解方式呢 是唯一的 這很明顯的 就這個例子來看 VNet就是他們這三個subspace NorateSum 好 好 那我們要來 所以這個第一個條件是對的 所以第一個條件對的 下面所有的條件都對的 一個方式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條件當然有一個定對的 這是第一個條件對的 這是第一個條件對的 這是第一個條件 那我們來看 如果說w1 ab0 加上b0c 加上b0b1 如果是等於0 這個看成是w1 這是w2 這是w2 3 這當然在w1 這在w2 每一個subspace 任意拿一個香料處 來相加 如果可能 你能相加 你 你 你加以後你看 這個加碗當然是每一個分量到 同樣是abc 所以是不是abc都是分量 換句話說呢 w1 w2 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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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用rp的條件會對 所以相加起來如果是0wp的 就是rp的條件 很了解嗎 這些都是本家 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看第3個 3b這個條件 要看3b這個條件 現在k是跟13 所以其實就看這3 看這3個 所以你看w2加3 又加起來是 2跟3加起來 是不是就是s3x 同樣 1跟3加起來 是ab 1跟2加強 1跟2加強 abc 所以很明顯的是不是可以看出來 w1跟 w2加 w4 w3 這個跟這個的交際是不是 一直交在那邊 因為w1是 abc 然後這個是bc 他們共同的點是不是 一定就是bc 所以同樣的道理 可以看出來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上b這個條件是可以的 當然只要一個對其他都對 以後就知道 所以它是很加 我們看一下基底也是 b1的基底是什麼 在r4裡面的b1的基底就是b1的基底 b2的基底就是b1的基底 b3的基底就是b4的基底 b2的基底 2兩相交往的多數 然後全部連擊起來 全部連擊起來剛好是11500的基底 地磚 所以它剛好是不是你就是b的椅子基 所以很明顯的你從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個4D是對的 最後一個這個很明顯的圍度 V的圍度是 這些圍度當然加起來是 因為它是R4所以它圍度是4 這圍度是2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5D是對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些這5個條件是他們加的 都是代表他們是可以上的 這樣以後一點 這個還蠻重要的 這個我們在我剛講說在第四章第五章 後面我們才會用到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個比較抽象的東西 我們來介紹一下什麼叫上空間 不過介紹上空間之前呢 我們要介紹什麼叫做商機 介紹商機之前呢 要先介紹什麼叫做relation 所以首先我們先看 Cathicentora 我現在講這有兩個G AB 是兩個飛空的G 他們的成績 他們的成績第一名呢 就是形成一個續對 形成一個續對 所謂續對就是前後 前後前後有分別 就像坐標一樣好不好 1 2跟2 1這兩個坐標是什麼 四位不同 這個我們叫做over pair 有 次序的 所以A層B呢 是所有的續對所構成 這個續對是怎麼產生的呢 這個AN是從 B的基因打出來 B呢是從B的基因打出來 B呢是從B的基因打出來 所有的這樣的可能 所形成的基因 比如說我們看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AN是120 B呢如果假設是 這個 阿寶B.K A 那A層B等 A層B 就是所有的續對所構成 前面這個呢是由E拿 有A拿出來 是 配對 好不好 所有的 1R 1A 1G 2R 2B 2G 所以共有6D 2R 2B 2B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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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3B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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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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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推廣 所以我們 它會用到不夠的順便提一下 假設A1A2到AN 都是推廣 我們滴滴他的第三機 這個叫做N-Tune 每一個A1N是從A1N拿出來的 比如說大家所熟知的RN RN是不是就是 S1 S2到S2 所有的S2N是從R拿出來的 所以RN其實就是R乘以R 乘以R 一共稱的N次 像這樣 現在假設A1 是兩個飛框的 兩個飛框的機 一個Binary Relation 二元的YC 我們什麼 我們常常用R來表示 但是這個R 請不要跟 時數的R 导論 時數的R 我一定是寫這種初體字 那為什麼要用R 因為這個Relation是R 數學33R 是用R 但是請不要跟這個R导論 時數我一定是寫這種初體字 長得不一樣 應該可以分得出來 所以一個Binary Relation 從 從A到B 從A到B的一個Binary Relation 事實上呢 HP裡面就是 A乘B的一個Subset 就是 A乘B的一個Subset 所以 原則 原則 從看剛剛的例子 這個整理 E2 B是R寶A很大 所以A乘B 是不是由這六個說過程 隨便選它任何一個Subset 都是成為它的Binary Relation 所以原則 這個R1 這個R2好了 我再隨便寫一個 這都是A乘B的Subset 這兩個人 都是Subset A乘B 所以根據第一名 他們就成為是 從A到B的一個Binary Relation 當然不只這兩個啦 反正你出生意識 跟你們的Subset 或叫做 它Binary Relation 一個特殊的情況 這是我們最常用的 特殊的情況就是 A跟B到O是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最常用的 就是說 一個Binary Relation 因為現在A跟B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直接說 A這樣就好 不用再擋B的 不用再擋B的 因為兩個四三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 一個Binary Relation A呢 就是一個Subset A乘A就這樣 就把B全部改成A 因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A跟B是一樣的 看起來有點抽象 看起來有點抽象 其實它描述了很多實際的現象 我們看一個例子 比如說 A呢 A就是1.2.3 A是1.2.3的話 那A乘A呢 一共有九個嘛 就是 B1 B2 B3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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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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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乘A是這樣 好 我現在 比如說我有一個Relation 這個是它的Relation 因為R1是A乘A的Subset 所以R1當然是 A上的Relation 同樣我再寫一個 我再寫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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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這句是寫了三個 這三個呢 這三個呢 都是A上的Binary Relation 因為R1 R2 R3 都是A乘A的Subset 這沒問題 那你會奇怪說 那這樣要幹什麼 所以為什麼叫Relation Binary就是二元的意思嘛 就是兩元 就是ABC 這個A裡面能正拿兩個出來的關係呢 所以叫做二元關係 所以 從這邊R1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什麼關係 一跟一有什麼關係 六跟二有什麼關係 三跟三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相等的關係 懂我意思嗎 其實就是代表相等 所以換句話說 這什麼意思呢 這什麼意思呢 給一個Motation 這是常常用標準的符號 就是 所以說 假設R是一個Relation 那是Binary Relation 那 假設有一個XY是在R裡面 我們常常就把它記成了 總定 符號上 XY屬於R 我們常常就把它寫成XRY 這只是符號好不好 只是符號 所以就 就當上帝來看 R1 是 含1 22 33 所以比如說呢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1是不是在R1 R1裡面 所以我們就把它記成什麼 這個定義就是說 這個符號就代表這個符號 定義符號 定義符號 實在的符號 所以根據這種學法 意思就是 1 R1 所以同理呢 2就R1 對 因為2在R1 3 R1 3 所以R1其實就是一個等於的關係 換句話說呢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就這個例子來看呢 SY如果是在R1 其實意思就是說 S等於Y嘛 其實意思就是這樣 就這個例子來看呢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R1呢 其實就是一個相反的關係 所以同理呢 你有沒有看出R2是什麼 同理 SY如果是屬於R2 會不會看出什麼關係 是不是就是N小A2 對不對 你看 是不是1 1小A2 1 1 3 1A小A3 2 3 同理的話 所以這個呢 R2呢 就是小A的關係 同理的話 所以能不能看出R3是什麼關係 R3就是小A的關係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要把 這常生活裡面常用到的一線關係 所以兩個數字相比 幫你 把它寫成一種 可以說 一種抽象集合的概念 這樣也沒有問題 比如說3E就不在R3裡面了 3E為什麼不在R3裡面 因為3E有小一個E 1E嗎 SY用在R3裡面 必須要S想 1E沒有在裡面 因為3沒有想 了解我意思嗎 還是它風力 好 底下介紹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假設R 就是一個Binary Relation 在A上 這樣的一個Binary Relation 我們稱為一個Equivance Relation 是一個Equivance Relation 這意思是什麼呢 下面三件事要成立 就是 SS一定要在裡面 對所有的S 第二個呢 如果SY在裡面 SY有R這樣的關係 YS也有R這樣的關係 第三個呢 XY如果有R的關係 YZ也有R的關係 XZ也要有R的關係 這三個很重要 這分別有一個名字可以叫 第一個就叫做反身性 反身性 第二個呢叫做對稱性 SYPANGE 對稱 第三個呢叫做B型 SYPANGE 所以換句話說呢 一個Binary Relation呢 要同時滿足反身性 退真性跟利益性 我們就稱為它是一個Equivalence Relation 我們要說我們前進點寶貝 Equivalence Relation常常翻譯叫做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上面這個地址來看 R1呢 R1有沒有反身性 有啊 XX一定都要在裡面 B1在裡面 22在裡面 33在裡面 那對所有的X都要對喔 所以如果你少了33就不是了 要每一個 X裡面的每一個元素呢 E要在裡面 2233都要在裡面 所以R1呢 是不是有反身性 有沒有對稱性呢 XY如果在裡面 YX也要在裡面 所以E在裡面 倒過來也要在裡面 當然是 22在裡面 倒過來也在裡面 所以 對稱性大概沒有 利益性有沒有呢 也有啊 因為它沒有違反利益性 所以它有利益性 我們看R2呢 R2有沒有反身性 沒有 E沒有在裡面 因為 自己不會小於自己 X不會小於X 所以它沒有反身性 但是它有沒有對稱性 也沒有啊 因為如果X小於Y 並不保證 Y小於X呢 所以 12在裡面 不保證 21在裡面 所以它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R3呢 你就想小1等於就好了 自己有沒有小於等於自己 有啊 所以 1小於等於1 2小於等於2 3小於等於3 所以它有反身性 X有小於X 小於等於1 小於等於1 有沒有 對稱性 沒有啊 X小於等於Y 並不保證 Y小於X 有沒有第一性 有啊 X小於Y Y小於等於Z 是不是保證 X第一小於Z 所以它有第一性 這樣了解 所以這三個relation裡面呢 只有R1呢 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 所以R1 只有R1是equival sequence 但是呢 但是呢 R2這樣它是 不是 這樣了解嗎 那 那 事實上只有equival sequence 最有用的 那 那equival sequence 比如說 這也是一個浮報常用的浮報 就是說如果R1是一個 equival sequence 這個relation 再一上 那如果SY呢 是在這個relation裡面 我們常常就把它表示成 這件事啊 我們常常就把它表示成 我剛剛講的就是 這樣子 對不對 或者呢 更常 表示的方式就是這樣 你如果要註明是什麼樣的關係 也許上面寫一個R 不過在我們了解 你現在談的是什麼關係的時候 這個R常常就是什麼關係 我們會常常看到 數學上常常有這種equivalence equivalence 在數學上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要定義一下 就是說 我們再次給一個定義 就是說 如果R呢 是一個tuber circulation 我這邊應該 我這邊應該再稍微讀一下 這樣大概比較清楚 如果我把它表示成這樣的話 那這上個條件就變成什麼 這個反身性呢 就變成是怎樣 重新 就是說自己跟自己是requip 這個符號跟這個符號 現在意思是一樣的 好不好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反身性的意思是怎樣 自己跟自己是requip 自己跟自己是requip 對正性的話呢 現在就可以表示成 如果x跟y是requip 這只是另外一種邪法 好不好 另外一種邪法 其實是 同樣的事情 好了 我們 了解了什麼叫requip relation 到底 假設R是一個requip relation 所以你常常這個R 常常這個R 乾脆去形成這樣子 就說R就是用這個符號 來替代 所以原來 原來這個requip 原來形成這樣對不對 你不妨把這個R 好像看到就是這個這樣子 這只是一個符號 只是一個符號 所以 數學上常常都乾脆就寫這樣子 就說它是一個requip 原來形成的 好 那對 假設A層內是在A裡面 那我們要定義有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requivalence class requivalence 上常的翻譯叫做 等價 所以requivalence relation 叫做等價的關係 Equivalence class是等价位 X的等价位 X等价位 現在我們用這樣符號來表示 這也是數學上的標準符號 X的等價類是代表什麼 就是跟X呢 是equivalent 所有的元素所形成的記憶 我再講一遍 Equivalence 等價類 Equivalence class X的等價類就是所有跟X等價 這個叫等價 所有跟X等價的元素所形成的記憶 就是所有的 Y所形成的記憶 這個Y呢 跟X等是等價 或者你要形成X等式 跟Y在 反正它是對正性 這樣壓軟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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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稍微抽香 我們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 上面 上面 因為只有R1是equivalence relation 所以阿布阿蘇妮 這個 都不是我們關心的東西 比如說上面 跟1等價的 跟1等價的時候的元素有哪些 在R1這個關心裡面 等價就是相等的意思 所以跟1相等的元素有哪些 當然就是只有1 所以同樣跟2等價的人 就是2 跟3等價的人 就是3 我再去一個 例子 因為這例子太簡單了 比如說 1 2 3 我再討論另外一個新的R 1 2 3 3 1 2 1 2 2 1 然後 2 2 1 3 2 3 2 3 2 3 注意他反身心裡對 1 1 2 2 3 3 對正性也一定對 第二在裡面 二一就在裡面 第一在裡面 放過來還是在裡面 第一性也對啊 第二在裡面 一跟二等加的 二跟一也等加 所以第一性過來 第一跟一等加的 當然也在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三個都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reference figure 就這個例子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 那一等等加倍是什麼 跟一等加的 跟一等加的有一 還有二 因為一跟二也是等加的 那跟二等加的呢 除了二以外也是一樣 所以一跟二的等加倍是一樣的東西 你看看 一的等加倍跟二的等加倍都是一的 那三的等加倍就是三 所以等加倍是一個7 是一個subset 它是A的subset A的是7 你有沒有發現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這邊再定義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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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個呢 是equivalence 對不對 我們定義 我們定義 定義這樣的一個符號 或者你要把它寫成 因為這個原來是R 你要把它寫成原來的R 再定義一個 要寫成再定義一個 如果你這個是寫好就好 這個呢 是怎麼定義呢 就是所有的等加倍所形成的計 所有的等加倍 那 那 它就稱為是一個 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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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看 一看 一看 假名是 這個好像是 對不對 好像H除一的東西 所以就 module module 其實就是有除一的意思 module 這個 這個等價 或者module 這有點像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這叫 比如說這叫 就是第二 所以在第一裡面還是 它的上積額沒有什麼 它的上積額沒有什麼 那就是等價倍 那就是等又是三 好不好 三集合就是所有的等價倍所形成的計 所以呢 就這個例子來講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三就是三 所以三集合裡面的元素本身是集合 好 就不要講 好 那如果是在第二裡面呢 這個上積還是什麼 根據定義還是 就是所有的等價類所形成的計 但是因為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就不用重複寫 寫一個叫 所以就變成是 一二一 它是一二一 它那是三 了解嗎 好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呢 在三集合裡面的這些元素 兩兩之交際定時空間 換句話說呢 就是 兩個等價呢 要嘛就是交際定時空間 要嘛就是相反 是不是就只有這兩種情況 真的是這樣子 得到相反幾個剛才的現實 第一個呢 任何的等價倍絕對不是風景的 我寫一個真理的文化 人家會寫兩個 所以你空兩張一下 第一個 為什麼任何等價便不是風景 因為自己定跟自己等價 這是根據這個反生性的 自己跟自己等價 說自己能地落在自己的等價內 所以到底為什麼 好不好 自己落在自己的等價內 一是在自己的等價內 二是在上x2的等價內 三在上x2的等價內 第二件事呢 如果兩個等價內相同 我充滿不要等下 струк wod 就是AS跟Y是等價 你們可以這樣想 這個等價類 你如果用比較日常生活的方式來講 因為在座以後有很多其他系 我就以電機系為例 電機系分成EA A、B、2A、2A、3A、3A、4A、4A 還有原理 這個集合A就可以看成是所有電機系的學生 所有電機系的學生 大學生好不好 你就算我們算在那裡 所有電機系的大學生 還在救你的 還沒畢業的大學生 所以這是一個集合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例子 雖然這個例子 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不過呢 可以幫助各位來理解 就是這樣很抽象的概念 所以NAS所有電機系 人在救你的 人在救你的 大學生 那假設XY是屬於A 有兩個同學 認兩個同學 我們說這兩個同學是等 等降 我們定義它是什麼 我們定義它呢 是空半 假設延避的當作是空半 所以一共有幾個半 等降 那這個最叫做 叫做 伏比上 伏比上就是部分A跟B 也有人是6點子 所以呢 兩個同學的等降 我們定義它就是 它是同半 所以這樣等價類是什麼意思? 等價類就是跟這個同學等價的所有同學所形成的 所以他就是以X等價 但是現在的等價是什麼?等價是同班的意思 所以以X同班的所有同學所形成的 了解我意思嗎? 價類就是這樣 那現在假設有兩個同學 他根本就是同班 所以首先第一個 沒有任何一個班是空的 是每一班都有的 假設這個也有 所以每一班都是非空的 第二個呢 如果X跟Y是同班 SY所在的班機跟B所在的班機是一樣的 那是不是代表他們一定是同班? 所以反過來如果他們同班 那X的那個班跟Y的那個班機應該是一樣的 了解嗎? 雖然這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但是 數學當然是主要是研究跟數學有關的 但是 你思考這個例子 可以幫助你去了解這些等價類 所以第二個是不是可以理解? X的班機跟Y的班機一樣 X班機是二類 Y的班機如果也是二類 當然他們不是同班 都在二類 對 我們稍微正一下 這個就證明很容易 假設 假設X跟Y 兩個更加的X 這個方式會加到X 假設X跟Y 那我們剛才可以看到X就屬於X裡面 對不對? 但是X跟Y 所以X就屬於Y裡面 Y的等價類 X就屬於Y的等價類 那X在Y的等價類 根據等價類的意義呢 就是X跟Y的等價類 所以反過來也是一樣 反過來假設 X跟Y也知道等價 那我現在要來證明這件事 那首先呢 我就例 有時候 因為他們都是非空 所以你一定會找到一個 假設Z是在X裡面 那Z在X裡面 意思就是說 Z跟X是等價 那現在Z跟X又等價 X又跟Y又是等價 所以根據第一性 根據第一性 Z跟X X跟Y 所以Z就等Y要等價 那Z跟Y等價 所以我再意思就是G內 在Y那個班級裡面 所以我就證明了 X那個班級裡面的同學 一定都是在Y的裡面 所以是不是就代表 X那個班的一定都是Y的 那個班的 那XY其實沒有什麼特殊表 他們兩個的角色是對稱的 所以把XY 補換 裡面去對稱性 XY角色補換一下 那我當然也可以證明到Y 包含在X 所以X包含加Y 包含在X 那就是X 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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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二個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好第三個性質是什麼呢 第三個性質就是說 第三個性質就是說 對於任意的XY 要嘛 X跟Y 不然呢 就是X跟Y的交集是空間 你用班級的思維來想就知道 我隨便在班上找兩個同學出來 這兩個呢 要嘛就是 他們所在的班是一樣 意思就是說他們是一個班 那要嘛就是 一個人可能是2A 一個人可能是2B 2A跟2B 但它交集是空間 沒有一個同學規定是誰 兩班 所以你們隨便給兩個本架類 要嘛就是想完全一樣 要嘛一定都是關鍵 你只要看這個一個例子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給兩個本架類 比如說 就這個例子來講 要嘛就是想想 一個樂視像是想 在這個例子 要嘛就是跟我們交集就是空間 比如說1 2 3 B是怎樣 3是怎樣 交集是空間 表解 要嘛就是想 要嘛就是想 要嘛就是 勾結 對不對 但很貴 可能都對 好 那3這個證明 因為這關鍵重要 我稍微證明一下 其實證明都很容易 我現在我去假設它交集不是空間 我現在我去假設它交集不是空間 欸如果它是空間的就明什麼 證明 如果它們交集是空間的 我就做完 因為就是這個 所以我現在要證明 如果它不是空間的 那它們就一定要相當 我只要證這樣就好 所以如果它們不是空間的 那就是代表呢 一定存在交集不是空間的 那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元素 再交集 所以呢 Z同時在X裡面 Z也同時在Y裡面 但是Z在X裡面 意思就是說Z跟X是同伴 Z在Y裡面就是Z跟Y同伴 但是Z和Z同伴 但是Z的X在X與人外 都就同伴 全具對真系 所以X跟Z同伴 Z和Y同伴 再利用第一系 所以X跟Y就同伴 再利用第二個X跟Yった X跟Y ub Eight的話 在這裡 table 加倍就一定是同伴 這樣了解 所以由這三個性質 還有我剛才插掉這兩個性質 在第一裡面 這個就是1 這就是2 這就是3 在第二裡面 這兩個是1 2 這個是3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們全部連結起來是A 它們全部連結起來是A 其實你可以這樣想 這個 電機系這個 這是電機系的所有人 電機系的大學生 所以你要分成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大一個電機系 3B 大一個 大一個 4B 是不是把電機系大學部的學生 做了一個分割 然後每一塊呢 交集都是空間 然後全部連結起來 剛好是全部 而且每一個都不是空間 每一個都不是空間 每一個都不是空間 而是根據這個 要 兩兩交集是空間 要 就是 要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背一個 A 是正確的一個對空間 我們說 A1 這個A1 A2 到A2 都是A的直氣 都是A的直氣 那我們說 A1 A1 是一個partition 是A的一個partition 分割 這意思是什麼呢 第一個呢 每一個都不是空間 每一個都不是空間 第二個呢 兩兩相交是空間 兩兩的交集 不同班級的交集地是空間 第三個呢 全部把它連結起來 是整個 原來的這個 如果這些 變換到原來的 能滿足這三個交集 那我們就說 A1 到CNN 他就過程 變成T-shirt 所以從這邊呢 你馬上就可以看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假設這個 電機系的大學生是A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 Equivalent呢 是代表同班 所以這是所有的等價倍所形成的機 對不對 等價倍 所以就這個 就這個班 電機系這個例子呢 它就是什麼 就是EA這個班 EB這個班 2A 2B 3A 3A 4A 4B 大1B 注意喔 這個每一個都是集合 這個每一個都是集合 好不好 這是EA的所有的工學所形成的集合 這是EB的 E4A這樣子 他們是不是剛好構成 A的一個partition 對不對 所以 那是不是剛好構成整個 A的一個partition 這很明顯 我們馬上就可以回到一個定 接到這邊 回到一個定理去之後 所以這個商機有個裡面的東西啊 所有商機有裡面的元素 大好想 一個partition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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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是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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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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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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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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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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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不是也滿足這邊所有的條件的 所以他是不是也是構成一個大T恤 所以很明顯的 從這三個性子裡面看得出來 莎比基亞裡面的所有的元素 他的元素本身是機會 這些機會 構長了A的一個大T恤 這樣了解嗎 好 這是集合論裡面在研究的東西 幾乎每一支數學 抽象代數 分析 不管是實分析 抽象代數或是集合 這個商集合是必備的姿勢才可以學得下去 可能在信心代數裡面 我們也需要這樣一個概念 但是信心代數 注意喔 我們現在所談的這個商集合 都沒有牽扯到真的代數運算 都只是集合對不對 像這個電機系的學生就都是集合而已 我們沒有把兩個同學加起來 我們會定義代數 但是信心代數裡面我們所研究的是像樣空間 所以我們要在像樣空間 既然在像樣空間裡面 我們必須給商集的一個代數和運算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真正的主題 有這些預備指示以後 給一個像樣空間 然后给一个subspace 给一个subspace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equivalence的关系 我先这样写 定义一个relation 这个叫binary relation 我们先定义一个binary relation 我们一样的这个符号来表示 怎么定义呢 主要我们现在 这个binary relation 是在这个向量空间上面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向量空间里面 随便拿两个向量出来 我们要定义 他们什么情况叫做equivalence 所以我现在呢 随便 随便可以养个向量 我怎么定义他们是equivalence 定义 这是定义 怎么定义呢 就是 当他们两个相间 是落在这个subspace 所以这个subspace 是要给定义的 不同的subspace 你就会得到不同的 翻译的文学 这都给定义 给定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 V上面的两个向量是equivalence 意思就是说 两下跟一间 是落在道远的 好很明显的 这样子定义以后呢 它是一个equivalence relation 我们要证明它是equivalence relation 根据刚才的第一名就是 反身性要对 对真性要对 第一性要对 所以我们首先看 那反身性会不会对 对反身性呢 反身性就是说 自己跟自己 有没有equivalence 自己跟自己 有啊 自己跟自己 为什么equivalence 根据定义 如果自己跟自己 是equivalence 就是自己 减掉自己 要落在道远 根据定义 但是自己减掉自己 是等于0向量 0向量 当然落在w 因为w是subspace 这对所有的s 所以自己 检掉自己是落在w 所以自己跟自己是equivalence 好不好 是第一名 所以反身性是对 所以对所有的s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对称性 会不会对 假设呢 x 跟y 是equivalence 我现在就要正到 y跟x是equivalence 但是呢 根据定义 x跟y是equivalence 最优称性 最优称性 根据定义 意思就是说 x减掉y是落在道远 但是x减掉y 落在道远 y减掉s 是不是也就落在道远 里面 因为y减掉s 其實就是x减掉y 那负的x减掉y就是x减掉y的加法 那负的x减掉y就是x减掉y的加法 反定书 subspace里面 subspace里本身 也是一个像样空间 所以任何像样在它里面 它的加法反定书 所以第三个呢 就是地理性 地理性会不会对呢 那我们就假设x呢 跟y是equivalence y跟g是equivalence 那看看x跟z 会不会是equivalence 根据定义呢 x跟y不能 所以x减掉y是属到 y减掉s w是subspace 所以能对加法 这在w里面 w是subspace 所以相加以后 还是会落在w里面 但是两边相加也落在s 所以我们要得到s减掉y是在w里面 所以呢 x跟z 不是equivalence 所以第一性也对 所以这种定义的方式 就是 确实定义的一个equivalence relation 那既然有equivalence relation 前面刚刚所谈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谈 所以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 equivalence class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y所过程 对不对 那y跟x呢 是要equivalence 就是equivalence class的定义 好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y跟x是equivalence 意思就是说 y去减掉s 是要落在w里面 是要落在w里面 好那我就把这个相样呢 定义它就叫做 小w里面 所以两个一减以后呢 好 两个一减以后呢 是要落在w里面 好那我们再稍后再开写一下 这意思就是什么 y是可以写 把它移向过来 y可以写的x加上w里面 而这里的代表是属的代表 我们就把y直接改写成x加代表 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符号 把equivalence class 在右写成x加上代表 然后我们常常定义 其实新的符号是代表 所以x加上w意思是什么 就是x呢 去加上w的正义的向量 随便给w里面一个向量 那x一加就得到一个向量 随便给一个就得到一个 随便给一个加就得到一个 所有这种可能性 全部加强所形成的那个结合 所以刚好就是x的equivalence class 就得到一个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定立它的商集合 对不对 如果照前面的符号 我们刚刚前面的符号 商集合是这样写 对不对 那现在a就是b 但是呢 我们在下量空间里面呢 我们通常就写这个符号 因为这个符号 其实是跟你的w的选择有关 因为x跟y要等价 的方式 x-y要数的w 所以不同的道别 你会得到一个更加倍 所以要讲清楚的话 其实写这个符号多好 感觉直接就写w 所以呢 刚才的这个商集合 我们现在就把它改形成 本来应该是要这样写的 可是这样逃不出任何东西来 你这样还要说明到底是什么 不如把它改形成到底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所有的等价类所形成的 跟刚才完全一样 所有的等价类 那这个呢 我们将来也形成的x加大 我顺便提一下我刚刚的问题 这个Equivorance Class呢 又有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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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ET COSET 这是标准的 标准的抽墙开出的名字 COSET 我们才能帮你这种名字 COSET 比较久的意思吗 这个就是刚才的商集合 不过因为现在都是像样空间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觉得成为 商工具 称为 是 V的商工具 但是呢 又讲是 针对哪个subspace 来看 是针对呢 道理这个subspace Module Module Module的意思 也就是 楚的意思 很了解吗 这叫商工具 我等一下会举例子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蛮抽象的 所以老板天啊 上空间到底是什么 我先 我要先再去一件事情 和我再来举例子 为什么把它叫上空间 因为它真的可以变成是一个向量的空间 最后V是subspace V是向量空间 到底是它的subspace 这么一处以后呢 你必须要 你要说它是一个向量空间 我们回忆我们第一堂会出战 你要说它是一个向量空间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集合里面 定义两个向量怎么相加 然后一个向量跟一个存量 要怎么下降 那在这个集合里面呢 它的向 它的向量就是 所有的equivalence class 所以我们要定义 两个equivalence class要怎么相加 我们要想办法去定义它要怎么相加 所以现在的向量是 equivalence class 然后呢 一个向量呢 一个阻量要怎么相加 我们必须要定义这件事情 然后定义完 把它去验证它 那四个方式也没有 好 那要怎么定义呢 最明显的定义方式 你想想看 该怎么定义 首先封闭性要成立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交完以后 你一定还是要 等价位 等价位 最明显的定义方式就是 这样 这样还能整 是不是 就给X跟Y 那你这样定义 那你这样定义 所以同样的道理呢 A是一个存量 你要乘上这个 等价位那要怎么定义 因为X本身是B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A呢 这边 这边的XY是属于B A是属于B 当然就是把它沉进来 所以我们透过V里面的向量的加码 来定义上空间的向量加码 透过这个V里面的存量的增码 来定义上空间的存量增码 加码以后再取 可是这样有一个问题 这样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再以刚才那个电机器的例子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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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X呢 假设这个X 它所在的就是EA Y呢 是EB 所以X呢 就是EA 对 Y呢 就是EA 是不是这样 但是在EA里面呢 其实不只X这个同学 它有很多同学 它可能呢 它有X1 X2 所以X1这个同学 跟X2这个同学 它的等价类都是 同样的 Y1 Y2呢 可能都是在EB里面 所以Y1 跟Y2 这两个等价类是 所以当我要定义 两个等价类相加的时候 我先让第一这个等价类相加 我可以在这个等价类里面 随便找一个 找一个代表出来加 所以我必须 比如说我如果找 这边找X1 这边找Y1 我如果是找X1 那算一算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是找另外的一个同学 跟这边找另外的 相加的同学 我们必须 如果说这两个相加起来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你这个就有可能定义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呢 你拿这个等价类来加 你必须要告诉我 那你到底是要拿等价类里面 的哪一个流程出来 所以如果这个要 必须呢 你在这个等价类里面 你找X1出来 或找X1出来 Y1找Y1 或找Y1出来 相加起来 要你一样才可以 懂我意思吗 这样子的话呢 我在这里面呢 是找哪一个出来 这边是找哪一个出来 都没有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要 去看哪一个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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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道理呢 这个 第二个也是有这样的 所以 这有一个 就是 唯有define的问题 那是不是唯有define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就是说 假设呢 这个S1 S2呢 都在S1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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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Y1 我们必须要证明 我拿S1 出来 跟Y1出来 相加的结果 跟哪个S1出来 跟R1出来 跟R1出来 相加的结果要一样 好吧 要解我意思吗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代表你这个能量 你取哪一个出来 加的结果都是一样 结果都是一样 好 那这个相加会不会一样 那因为这个 这个相加管定义呢 是什么 香蕉丸 第一是S1加Y1 这个香蕉丸 我变句定义呢 是 X2加Y1 所以其实相当于 相当于 我们是要证明 S1加Y1 不要改成S2加Y1 我们相当于 我们要证明具体式 看它都不一样 那我们要证明它一样 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曾经提过 如果两个 YouTuber's relation 一样的话 两个 YouTuber's class 一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 X跟Y1加 所以我现在要证明 这两个 这两个一样 只要证明这个 跟这个呢 是等价 就要 了解 那这个跟这个等价 根据定义呢 意思就是呢 它剪掉它 是不是 落在W里面 是不是落在W里面 所以呢 我们就来证明一下 它去剪掉它 有没有落在W里面 可以剪掉 它有没有落在W里面 有啊 因为这个落在W里面 它为什么落在W里面 因为它们是等价 它们在同样的等价类里面 所以 X1等X不是等价 也就是 X1等X不是等W 所以同样的道理 Y1外度是在 Y的这个等价类里面 所以Y1等X在W里面 所以这两个 其实都在W里面 所以相价以后 当然还是在W里面 所以因此我们就证明 换句话说明 也就是X1加上Y1 可以X2加上Y1 所以同样的道理 所以同样的道理 第二个 同理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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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 这是W里面 对所有的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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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落在的那 S1 同样的道理可证 所以这样的定义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 三公斤里面 能定义的 向量的加盟 向量的加盟 跟存量的证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 那这四个公社 向量空间四个公社会不会对 全部都会对 全部都会对 但是我不要缺一个验证 比如说我验证一个交换性就好了 我们可以证明的 在这样的 我们的预计之下 在这样的预算之下 所有的公社 向量空间的所有的公社 全部都会对 但是我不要一个验证的话 只是十个字 我们花时间 比如说那一回 我就是 那一回 交换性 有时候交换性就好了 我们来看看交换性会不会对 就是说 这个呢有没有代理 这个有没有代理 懂我意思吗 公社里面实际要有个交换性 比如说我们就验证交换性 那根据定义呢 他加他是等于 S加的 但是S加Y呢 SY是V里面的相量 他当然本身交换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S加Y跟Y加S 但是Y加S跟Y加S加上S加Y加 懂我意思吗 所以商中间里面的这所有的公社 都是透过原来V里面的公社 都可以证明 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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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 十个公社里面有一个零向量 对不对 好 在三公间里面的零向量是什么 这个重要 现在有一个向量空间叫V V马 对不对 这个三公间 在这个三公间里面的零向量是什么 如果是零向量 就是这样 我们想想想 零向量要满足什么性质 现在这个都是 三公间里面的向量 零向量是不是要满足这样的性质 对不对 如果它是零向量 是不是要满足这样的性质 它认证的向量相加 怎么没有那种向量 可是这个是等于知道吗 这个就是S加Y 其实就是S 这个当然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零加S的 根据定义 那也就是S加Y 所以说来说去呢 所以这样零向量到底是什么 零向量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要从这个等价列里来看 我们刚刚讲过呢 这个等价列里 我们刚刚已经写过了 就是S加上道云 这个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S 所有的道云里面的向量 你去跟这个S相加 所吸参的机会 所以现在我要算你 那就是零加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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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云里面的道云里面 但是零加W 其实还是道云 那道云在哪里 所以这不是很明显的 所以这个集合是由W所过程的 W是什么 W是属于大道 所以它就是 Full of the subspace Full of the subspace 我们稍微休息 稍微休息 稍微休息 把它写成一个D 就说这个上空间 它是一个向量空间 Full of the subspace 在怎么样的 有力算之下 要谈三空间 你要谈它是向量空间 反而要第一 两个向量要同向 一个向量跟存量要同向 在这样的运算之下 它是一个向量空间 而且这个时候呢 它的影向量 它的影向量就是道 那这个我们刚才有学过 如果你有再讲不掉一次 这个呢 就算为是 V的上面 马绝的正道有杀 马绝的正道有杀 这样要解吗 那各位请注意 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 这两个其实 可以合并写成一个 可以写成这样 这对所有的S1 所有的AB都对 这理由很简单 你把它先看成 我这稍微证明一下 你看 你就先把它看成是一个向量 先把它看成是一个向量 所以就利用第一个 然后再利用第二个 A就提出来了 B也会提出来了 反过来也是 反过来这两个对 这个当然会对 你先来指这两个对 这个对 那这两个 这个对 这个当然会对 你只要选择AB是E 就得到这一对 B选拟就得到这一对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这个 取等价类 这个动作是取等价类 原来S是在V里面 对不对 我取了等价类以后 就是线性的 其实意思是告诉我们自己 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觉得我应该要取一个例子 让你们看看 到底上空间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东西叫上空间 对不对 对不对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设V就是R W W S认定一条直线 通过N 认定 认定 认定的一条直线 所以它是一个 subspace 所以这个是整个V里面 W S随便认的一条线 是subspace 好,请问上空间点是什么 我说了半天 三空间是什么 首先记得三空间是什么 三空间是所有的等价类所形成的 三空间 是所有的等价类 所形成的基因 对 这个等价类 我们又形成了s加W 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先求一个这个 看看这个是什么 看看它是什么 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所形成的基因 就是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怎么样留学过 就是 把W里面的向量 每一个向量 任意的向量 都跟s加起来 所形成的那个集合 就叫做s的分价 所以我现在随便给一个s 那是随便肯定的一个s 那我现在要认求这个等价 它就是呢 把W里面的任意的向量跟s相加 所得到的所有向量所形成的基因 所以W里面的任意的向量 比如说我随便找这个向量 这是W上面的任意的向量 跟s相加 得到哪个? 那我们连心识变形的加量 那我们连心识变形的加量 是不是就得到这个 就得到这个 就得到这个 好,我再随便 这是要任意的道理 任意的道理 所以我再取一个道理 所以我再取一个道理 有时候再取一个道理 然后取到在里面 所以这个W跟这个s相加 等于一样的平行识变形 所以一加呢 是这个向量 所以你自己在多事情 比如说我再选一个道理 跟这个s一加 平行识变形 所以一加呢 是这个 所以我刚才所加上的 加到的来每一个 我把它画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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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化所有可能的W 每一个加一加 你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你加起来 刚好就是 或s 或s的这个D 然后跟w 平行 这个就是x 这样了解吗 所以给一个x 它的等价类呢 就是跟原来这条 w这条直线 平行的 但是是通过x这一点 平行线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随便再给一个y 随便给 假设有点像样的 所以它的等价类是什么 一样就是通过这一点 跟w平行 所以 所以 所有的 商空间呢 是所有的 这样的等价类属性 所以就这个例子来讲 商空间是什么 就是所有呢 跟w平行的 所有跟w平行的 所有跟w平行的 跟w平行的这条线 所有的 所有的行 所以商空间就变成这样 好了 因为这张图已经很乱 我在中华里 所以v呢 是整个原来的r2 那现在商空间呢 就变成w是要先给另的 所以你给不同的w 当然得到不同的商空间 因为你给的w 邪律就不一样 你得到的就是要跟那个道的平行 所以不同的w和得到不同的商 那我现在讲是 我没办法是这样的 所以呢 在这个商空间里面 就是所有的这些些 换句话说呢 在商空间里面 那是一个向量空间 那在它里面的向量是什么 里面的向量就是 所有的平行线 每一条平行线都是它的向量 跟原来的v不一样 原来的v 原来的v 原来的v的向量呢 就是任了一点 比如说坐标是xy 原来的向量是什么 就这一点 才有向量 那现在这个商空间的向量呢 每一个向量 就是一条平行线 这样了解 好 再来看 那它会成为向量空间 向量要相加 向量要跟存量相争 好 现在随便给两个向量 随便给两个向量 随便给两个向量 就是随便给两个平行线 因为现在向量是平行线 它的本质 其实很多都是从集合来的 像这个就是一个最明显的 我重画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随便给两条线 比如说这叫X 这是它里面的一个向量 再随便给一个Y 好 我现在要问 它等于什么 那根据定义 它就是等于X交往 对 根据定义 所以到底要怎么加呢 所以加完以后到底是什么呢 加完以后还是一个等加列 所以加完以后还是一条平行线 那那条平行线怎么画呢 我们刚才在验证 这个Way Define的时候呢 我们提过呢 你在这个线上 你在这个等加列里面 随便找一个向量出来 在这里面随便找一个向量出来 把它相加强 随便找一个向量 你找另外一个向量加强的结果会一样 放心这两个绝对是一样的 所以你随便找一个向量都可以 所以呢 比如说呢 我就随便找一个向量 在这个 这个等加列上面呢 我随便找一个向量 叫做S 在这边呢 随便找一个等加列 等加列上 随便找一个向量叫YY 这是W W W W当然是跟它平行 W就不画了 W是跟它平行不行 好那这个是S1 这是Y1 打S1跟Y1相加起来 所以平行式变形这样一加 所以加起来以后呢 所以这个加完以后这个是S1加Y 然后G等价位 那就是取呢 跟这个W一样 所以 这个就是S加Y 这样了解 那我们刚才说过 你选择不同的向量加起来的结果 比一样 比如说呢 你看我们验这一下 我如果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选择 X2在这里 随便选 我选另外一个呢 Y2在这边 X2跟Y2加起来的结果呢 平行式变形 所以X2跟Y2加起来以后 群等价位 还是这一条平行线 这样了解吗 所以换句话说呢 当我要求两个相加的时候 你在上面随便找一个相加 你在上面随便找一下 你怎么找都没有关系 加起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都跪在这一条平行线上 所以你随便找一个加力以后 你就决定了这条平行线 这样了解吗 所以整个三空间 就是所有的这些平行线 这个每一个平行线 就是看成是一个向量 那当然又有零向量 我们刚刚说过的零向量就是什么 就是通过原点的原来的枕道 所以在所有的平行线里面 每一条平行线都是向量 总有一个向量叫零向量 那个零向量就是原来的这个道路 这半一个角色就是零向量 你不相信的话 你看看 零向量跟任何向量相架 是不是要很原来的向量 所以比如说呢 我这边有一个零向量 我这边是x 我现在要x加上1 那我就是在零向量上面随便找一个向量 随便找一个向量 对 这是在这个里面找一个 这个也在这边随便找一个 这个也在这边随便找一个 加完以后 是不是还是在这个上面 是不是 所以代表你两个加完以后 是不是还是在s 所以你可以看到零向量所代表的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这样表情 我们刚才看的是这个 男女乘上一个a倍也是一样 好 这件很快 所以我都要再换 好 比如说这是s 我乘上比如说2 可是a也是分的 所以呢 比如说2s能 比较长 根据定义呢 2s就要看2s 然后这个s呢 是可以在上面 这里找一项 比如说我找s万 找s万呢 参与两倍以后呢 就跑到这里来 对不对 就是两倍 所以很高的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2s 你找不同的向量和到结尾也是一样 比如说那种 我如果找s万 乘以两倍以后呢 也是跑到这里来 所以两倍的s万 跟两倍的s万 两倍的s万 跟两倍的s万 所以跟你怎么选 在这个比较线上的选哪一个向量 算出来都很一样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 we're defined 就是这样的意思 了解吗 所以这就是上空间 上空间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要进一步来看 我们在向量空间里面 可以谈线性 独立线性相应 对不对 甚至可以谈它的维度 基底 好 那我现在给这个上空间 你怎么找它的基底 或者说我随便找两个向量 我随便找两个向量 诶 请问这两个向量 是不是线性独立 但是我现在是要在上空间里面谈 好 这个例子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 R3以上就更复杂 R3以上有很多种情形 R3 如果你给的w也是一条直线 那就是跟它平行的所有的直线 但是你的subspace w也可能是一个平面 如果你给的w也是一个平面 在R3里面 w的角色是一个平面 那它的三空间就是所有跟这个平面 和你形的所有的平面所形成的这个 了解吗 那如果w是直线 那就是所有的直线 到底是一样 可以稍微 这个是不难想象的 这个是三空间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 因为最具体而且最有几何的 最有几何的形象的一个例子 其他的例子有时候都太代数 你都跟我们完全方式达到的 可能会算 但是算了 算了 算了 我最后呢 其实有三个内环 还有正 看一下 现在都有一个V 都有一个W 有一个三空间 这我都可以提 好不好 在三空间里面 假设有R的向量是线性有利的话 在三空间里面 说明清楚 在三空间里面呢 这个是等加的S向量 对不对 如果这R的向量是不利的话 则呢 原来的S1 S1 跟SR 就在你里面 这证明是很基本的 我没有证明他不利就是EA1S1 加到AR SR 所以我最终的不利 我只要证明了 所有的AN都是 这样子就证完了 好那要怎么证呢 取等加呢 例这样以后呢 你就给他取等加 取等加累以后 是不是就很平常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呢 等加累 你取等加累的时候 其实这个动作是线性的动作 所以呢 所有的系组都可以做 所以这个变成是在三空间上面的线性组合 在三空间上面的这些像量呢 做细性组合 有影响量 那这些系数会不会等于 会 因为 条件告诉我们 这些等加累都是独立 这些等加累都是独立 所以这个线性组合 前面的系数大概就全部都是独立 所以就这样 第二个呢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系组是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假设呢 这个是信息组合 然后呢 还有另外呢 Y1到YK 是线性组合 在 在W里面 在W里面是线性组合 所以这些都是W里面的想要 整的全部合起来 在W里面 这样漂亮的一个性子 好同样的 要证明线性组合 只有 千篇一律的方法 我先利用 这个线性组合 你利用这个线性组合 能力 然后要证明所有的系数都是0 这样就好 同样的 取等价内 给他取的等价内 他取的等价内以后呢 我就直接写了好不好 取的等价内以后是线性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提出来 然后呢 这边也是取的等价内 但是在等价内里面 因为这个是在W里面 W里面的东西取等价内 其实是 W里面的所有的向量 我刚刚讲过 W里面所有的向量 取了等价内以后 其实 在上空间里面是0向量 所以这每一个都是0向量 所以这每一个都是0向量 因为0向量是 上空间里面的0向量是道 好不好 因为方向都剩道 所以这边是0 那就只剩这个 只剩这个 但是来 在X1到XR这个 这样的也很优势 所以说A1到A1 先看一下 好不好 我把它写一下 所以因为 这些是线性的B 这些是线性的B 所以马上合到 我们所有的A 都是0 那 一旦所有的A都是0 这堆东西就不见了 就剩后面了 但是再一支的 因为所有的Y 都是B 所以B 也就会死 这样就要解 所以所有的B 跟B都是0 所以就去证明它 是0 最后再给我们 上空上空 我们来证明B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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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只高一个 1 2 假设 现在呢 我要谈的是有限 0 那W当然是它的指空线 好 而且我现在知道 Y1到YK 是W的一支基底 则呢 W的基底 不一定是V的基底 因为它的相量个数不够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能要找到其他的一些相量补进来 找到一些相量补进来以后才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请问我找到的这些相量补进来会是V的基底 那冲锋V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找进来的这些相量 你找进来的这些相量去等加倍以后 会是三空间的基底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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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由这个定理 马上就可以得到特别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看一下这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V的维度是多少 R加K嘛 对不对 再把你写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V的维度是R加K 但是R是什么 R是三空间的维度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它的基底是R 那K呢 是道理的维度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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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看我们下一次在正面 还是需要画一点点小时 好吧 下一次在正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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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